我跟他讲,你不调好这个东西 管你怎么去拉铁运动,你都很难长肉的 销售的原因有五个 蛮常看到的一些瘦巴巴的人 他就是有热项的,他就不能补的 他一次当灰或者是稍微热点东西,他很容易上火 所以他们受人作火 太瘦了,就是今天终于讲 之前一直讲减肥减肥,现在要跟你讲怎么增肥 其实我们不是要增肥,我们要增重 其实要增那个 muscle 你要体态好看的是要整体重 很多人其实面对这个问题的 怎么吃,怎么运动都好,就是不能长肉 还是跟鸡鸡瘦巴巴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 有什么角度可以去改善这一方面 面对这方面问题的人 其实很多人就是好像这个老大跟鸡鸡 怎么去腥筋都好,他就是不肥 吃脊都好,他就是不肥 然后很多人就困扰 为什么,其实可以堪扰你很多年的 十多二十年,他就是体重是瘦瘦的 突然间也有一些是 他突然间过了十多年龄,他就 变得肥肥,我都有看过一两个人 就是这样的,你中学看他是瘦瘦 然后大概三十多岁,整个人就肥了 这种叫虚肥 这种以前是瘦瘦好像很弱这样 突然间,这种肥都是不是很好的肥 我们要长肉,要长得好看 所以不只是男性 其实蛮多女性面对这个问题 他怎么吃,他就是不长肉 太瘦了 他们就是洗衣班 整个人就是皮包骨匠 就是不长肉的 所以其实他们要的所谓的瘦 是这种比较有曲线的 其实这个曲线呢,这是Curve Line 是你的Mustle给你的 Mustle背后的机制很多 所以要练到这样其实也不简单的 很多人就是怎么练都好 那个肌肉就是连一kg都不长 所以就是不会长肉 他怎么拿铁都好,他就是让整个脸 就是lip下去的 他不只是没有肉,油也没有的 很多人的体质就是有偏向这种的现象 所以男的话呢,他还要get 有一些胸肌这样 练来练去,就是一个死呈罢了 要抓挂罢了,就是死呈 他就是不长肉的 有些人的体质就是这样不长肉的 这种情况哦,你去问医师 医生哦,I don't know 他们有个solution的,你收对他们来讲 skinny这种皮包骨哦 不是一个病吗,你可以去验血,验不到东西 你怎么check都好,验完东西 他也找不到一个源头的 各有各的谁说,有些会叫你验你的 看你没有hyperthyroid 验了还是normal,所以他们就不能解释 为什么一个人你的体质 他就讲,你的天生就是这样了 有时你看到有一些案例就是啊 他家人,别的全部都是装装ok的 就只有他瘦瘦安安 所以我们去探讨,如果 你的眼光只是 注重在那个体重啦 只是focus这么卫生,这样瘦,这么吃 这么吃肥一点的话呢,你永远都 找不到答案了,因为你看 你没有看一个big picture 所以我们要宏观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个人瘦 他背后的肌脂有相关的 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就拿这本书 这个综艺美容学 这边就是一个 你要好看美容的话 他不只是容貌,你的皮肤 你的头发,包括你的体型 体重都有包 好,so surprisingly这个里面 都已经提到有一节 就是第215面有讲到 真重的,其实的确是有 很多人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中医 在这个美容学这个textbook里面呢 他都有提到这方面的 so,根据这本书所list out 销售的原因有五个 第一个呢,就是先天比武不足 就是父母的身体弱 然后导致你的先天至今 这个,要跟你讲 很难 他看不懂这句话 父母,若父母嘛,你关我什么事 其实中医他观察到 他以前观察很多人的 是这样的,父母如果营养不良的话 生出来的孩子,他的先天性的品质就是比较差 所以他日后要补的话 要花很多 要花很多很多很多 不要多的努力啦 这个先天比武不足 我在这个滋养学有讲到这些 精啊,或者是气血之类的 这样你会比较明确的概念 如果你要,你可以参加那个课程 还有一个因素是后天施养 就是饮食不节,劳逸过度 施虑太多,这些都是 后天的生活习惯 从小的妈妈喂你什么 家庭的环境 都会影响你身体的气急 导致你很难长肉 然后还有呢,就是饮食偏事 就是选吃啦,这些都是很常见 现在小孩子就是选吃这个人不吃 他说,至少这些表面你可以看到原因 有些人吃,是平常的 他就是不长肉,他就不是这个因素咯 如果你这个因素呢,是偏食的话 只要改变饮食,一般上都会长 有些人改变饮食就是不会长肉 就是不会长肉,不会增加体重呢 他一定有别的原因 所以还有一个劳逸过度 超负和低劳动和锻炼 就是你over exercise 也会让你身体耗的 他不只是physical exercise 劳碌过多,思考过多 或者是你忙,压力太大 都会导致你身体不会增加体重 然后病后失贴 这个是很多,你看过中过Dengue吗 有人中Dengue或者是中COVID一场 你可以短短两个星期 要收4-5kg的 这种有些人受了会恢复 有些人受了,就是大病一场过后 他回复不来,他的语言去回复不来 他的体质就一面倒 我们都看过这类的案例 这些你平时未必看到 这些案例我们医馆都蛮常看到的 都变来变去都是这几种病因 所以整体上一个人销售的原因 他都主要的 我们常见的就是圣经亏虚 他一定是先天性或是后天 经没有照顾好的话 他就会容易收,饮食不洁 失利过多情绪 情绪很大的因素 情治刺激,或者是伤气耗痒 就是大病 有一场大病,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微微的发炎 导致他身体的气一直耗 然后耗血伤痒,阴血不足 也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收 不管怎么吃,怎么运动都不长了 这些问题你必须要解决掉 这是一个中医的营养五星 只是一个例子 今早有一个来 他也是瘦瘦的很瘦 看他远远就瘦,他就是营养不两样 他的几个问题,肝的问题 皮的问题,这些我们都是常见的 他主要是他情绪抑郁 或者是情绪家庭的关系 导致他的肝去放他的皮 他的脾胃不好的话 他吃什么东西,你都不能晕化 你吃什么东西,如果你脾胃不好 他的确就有这种现象 然后他的肾,他从小 他讲他家庭比较穷 兄弟姐妹多,从小的营养 小小他就小小吃了 就是整体先天性营养不足 先天的精气不足 后天,就是小时候 吃也没有吃那么营养 他本来的底就不好,然后结婚过后 跟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 搞致情绪压抑,导致脾胃也不好 所以他要调就比较难调了 我跟他讲,你不调好这个东西 管你怎么去拉铁运动 你都很难掌漏的 所以你必须要正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一切都是跟营养有关系 中医的营养,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养化器,营成型 所以你要成型 我必须要好的营 所以我们先看营,我们有分正营 跟邪营,这个是我自己的学说 好的羊会帮你减肥 能防瘤 那种肿瘤 水瘤都好 好的羊会把这些都化掉的 羊化器,把有心东西化掉 阴成型 我才讲阴 邪羊不好的羊 它会烧掉你里面的经验 会让你看到干干,或者是化鸡消肉 就是把你的鸡肉化的 所以一个人他瘦呢 他不是正阳不足,他是邪羊 他是邪羊过多 就是我们辩证也有蛮常看到的 一些瘦发发的人 他就是有热像的,他就不能补的 他一次当归,或者是稍微热点东西 他很容易上火,所以他们瘦人多火 他们讲瘦人多火,其实就是这个邪羊 这个邪羊,等下我要讲 怎么去化掉它,你不化掉它 你很难长肉的 就是你里面有一股热气在那边 另外我们先看阴成型 同样的,阴有正阴跟邪阴 正阴的话呢,让你生经润液 让你比较滋润,然后生肌长肉 也比较容易长肉 邪羊的话呢,他会让你变肥 痰湿会比较多 脂肪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容易 长水流啊,肉流 或者是严重的话是 癌症,或者是肿瘤 所以,阴成型嘛 所以我们的阴,要好的阴,就成好的形 我们要好看呢 我们要好的,这是肌肉 如果你身体累积是邪阴的话 我们也有看过瘦瘦的人 他里面很多痰词 堵拿很多脂肪的,这些都是他 邪阴很多,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中医的阴阳 阳有分正阳跟邪阳,阴有分正阴 阴跟邪阴,你看哦 如果你身体里面有邪阴的话呢 你就要养好的阴阳来 cancel掉它,因为这些痰词它都是相对的 化瘤的话呢 你要生瘤的话,有一些好的阳气 把阴阳化掉它,所以要补阳 或是如果你身体 是有那个假火,或者是虚火 斜阳的话呢,它耗尽,让你干干 烧到你干干,乳也不长 的话呢,你就要知阴 养回来,把它养回来 中医的理念,这是所谓的阴阳理念 其实看来很简单,实际药呢 你真正要炒一个医师 帮你明确辨证,然后step by step 你不能一堆炒药 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换药方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医师详细的辨证 有一个strategy的,就是我们的 调理的direction 所以我们中医的工作是帮助你 扶症去血,就是我们要 症的阳,培养症的阳 培养症的阴,然后去掉 邪阴跟邪火 或是邪痒,然后很多人 就是调理啊,吃保健品 他们症些部分啊,总之看到 什么好就乱乱吃,导致里面 越吃就越乱,就是怎么吃 都不会长肥的,怎么调吃什么 保健品啊,都不能找肥的 所以你没有针对问题 你没有一个很clear的 picture 所以呢,这个是西医的 味官呢,会跟你讲营养啊 肠胃啊,消化啊,这个是西医的 小肚,我们中医呢,是 比较宏观的,就是你好像 刚才我讲的,然后营养,只是营养我都可以讲这么多 我还没有讲五行,所以如果 你有兴趣学更多关于 调理的话啦,所以我们12月 有办一场讲座 就是关于如何制营养炎 或者是制营养生 的一个课程,里面都会讲 一些基本的中医概念 我会尽量通过图片哦 让中医变成活起来 你不会看到很闷 你会有很大的领悟,这样你有一个很clear的 picture 这样你会知道怎么去调养 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课程是一整天的 我们12月有办两场罢了 第一场是12月15号星期五 早上8点到5点 第二场是各一天就是 12月16号星期六 早上8点到5点 所以这个课程呢 是包了三个茶点跟一个午餐 所以你不用烦了 你就是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吧 里面的房 就是所有的中医相关的 我已经把它寄出来 跟现代女性有关 或者是,其实男性也可以来听的 就是如何养自己的话呢 就是让自己长露的话 这边我们都有提到的 然后我们现场有做那个in body text 每一个人都有十分报告 然后我们会教你怎么去看哪个item 你的肌肉有多少,你的脂肪有多少 这样你调理,你真肌 或者是真重的 会有比较方向感 然后现场都有医师 每一个人都会assign 一个医师 医师会现场把卖问诊 然后医师会给你电话 因为我们问了诊会开药方 回药方过后呢 我们各一天 就是各一个星期 我们回来这边医馆会抓药 每个人都会溜记 我们都会寄给你 就是根据你的体制寄给你 but subsequent follow up 你是电话完了 whatsapp 你那个医师 医师会开药方 你要可以自己去抓药 至少有一个医师会盖着你 换那个药方 根据你的证据条 然后我们有送一瓶高盖铃 还有就是现场问诊都是免费的 然后我现场我所讲的内容 都会有cameraman 录完 所以我们放去一个online course 已经有报名参加的话 你可以unlimited可以去复习 因为如果讲太快啊 或者是那种idea 你可能要时间消化呢 你可以都可以根据chapter 来复习的 它不是一个长长的8个小时video 我们都会分topic 所以是很systematic的 所以比较好给你复习 所以我们还有送18样草药样本 会有一个环节 柯医师会讲解 女性滋养药用的常用草药 然后我们选的是好的草药 Sample 这样你就可以分 什么叫妇灵 什么是当规 好的当规 然后什么是财乎 然后香腹 这些女性常用的草药 滋阴的草药 滋阴养颜 就是行器都好 草药 你会有个样本 你会compact 然后还有呢 蔡医师会教你 怎么去找shade weight 可以自己按摩 推拿 怎么去刺激这种筋肉 达到更好的滋养效果 这些都是全包 就是包在里面的 学费是13 其实是1590 那是雌鸟 早鸟就是11月20号之前报名呢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价钱 1390 因为我们free你太多东西了 等下可能多一个星期我整 我们整理好 我可以拍照给你 因为拿一大堆东西回去的 但重点不是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重点是整体的姿势 因为你坐在这里 你看呢 你就会看到很清楚 一个大蓝图 然后你会反省你身体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身体不长肉 这个就是所谓的宏观 就是你从这个滋养学 你会一个broad perspective Holistic的角度去看你的身体 好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要参加的话呢 你可以联系林小姐 他是电话码是019-538-1124 最好是WhatsApp给他 因为有时他忙起来 他电话都是silent的 他一定会回的 你一点耐心你给他时间 他会回复你的 特别是有时weekend 他有自己的时尊时间的嘛 总之他一定会回你的 所以请sickbox 想清楚楚 那个时间 安排好时间才报名 因为如果你跟我讲 临时不能出席的话 我们是没有退款的 是没有退款的 你也不能换时间 你讲星期五不能来 你换去星期六 是不能last minute换时间 所以你plan好好了 你能出席 你才出席 如果你的时间不允数 刚好这个礼拜 要带孩子出国 还是哪里的话呢 你要调理的话 你可以单纯就是预约 你看 不并知道 上面我讲我们的一方 你看那个视频 他有讲你怎么预约 这个是看诊罢了 是没有那种 这样送的东西的啦 所以你可以上那个视频看啦 好 今天要分享到这边 谢谢